公車裡狂漏水滴滴答答 外面下大雨 裡面下小雨 座位單狗狗 從公車頂上的縫隙 狂低雨 這居然是在台南的公車 我們下雨的時候就為這裡進來 為這裡進來就流到這裡出來 就流到醫院上面這樣 主要是司機械因為風吹日曬 然後催化 像在旁邊都會這樣繞繞 發現公車漏水的是學生 每天上下學搭公車 卻遇到這種事讓他超傻眼 直呼上車不該收散的 你知道嗎 反應的是學生 這種狀況 我都不講福袋 最基本的硬體設備就出問題 就是裡面會滴水 而且我還問過公運處 不只一台 議員還爆料 不只一台公車會漏水 網友狂酸太扯了吧 公車年久失修 有位置還不能坐辛苦你了 如果有阿公阿嬤小心滑到 相關單位已經著手處理 但公車天花板小雨下不停 公共運輸硬體設備如此不安全 也讓民眾很傻眼 記者台南報導